今天雨姐又和大家见面了 露丝真的好可爱啊 在广州和粉丝友好互动 没想到却被助理架走 我们肉丝不要面子的嘛 露丝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 和粉丝们之间也是惺惺相惜 今天就带大家盘点一下 露丝和粉丝的暖心瞬间吧 1.南墙拍照手肘狂推女粉丝头 赵露丝出手温柔解救 影片中大批粉丝拿着手机和相机 热情地围着赵露丝拍照 地信为了接近他而出现了推击举动 赵露丝原本正在友善地接信 跟大家握手 抬头却看到一名男性 为了举高相机拍摄 手肘不断地推前排女粉丝的头 他因而上前轻轻 把男子的手从粉丝头上挪开 右包被推击的女孩子 重新扶好歪掉的眼镜 然后才回到自己的车上 2.让保安慢点推粉丝 他们都是小姑娘 10月15日 汪佑拍到一段赵露丝 让保安慢点推粉丝的视频 当日 因为机场接近粉丝太多 造成拥堵 赵露丝亲自指挥分散人群 你们慢一点 都是小姑娘别推 3.赵露丝身影拍摄间隙 看到粉丝镜头的反应好友爱 看到粉丝镜头的赵露丝 秒边脸 就像看到了好久没见的好朋友 马上双向奔赴 想拿颗糖把他骗走啊 他怎么可以那么甜 太可爱了吧 强烈建议身影边拍边播 追了赵露丝才知道美娱明星 也可以对粉丝这么好 美其名曰 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 赵露丝的好 那可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给每一个送信的粉丝鞠躬 为提醒粉丝小心看路 给粉丝买奶茶咖啡 请粉丝吃小饼干 祝粉丝生日快乐 在人群中一眼认出 自己的多年产出粉 让小孩子们好好学习一起成长 在内也会用最饱满的热情 和最灿烂的笑容 迎接每一次的相遇 不高高在上 说粉丝是陪着他一起成长的伙伴 每天看着他的动态 就会觉得生活真美好 4.2020年 赵露丝在全网备受热议 主要是因为虚假的微博评论截图 直接炸翻了他的清纯少女人设 再加上爱管闲事的余政 强势入局 隔空暗枪 歧视立场 使得这件事情 整整发酵了好几天 同时也连续上了好几天的热搜话题 事实上 赵露丝是真的人在家中作 我从天上来 莫名其妙被人冒充微博表白肖战 这无疑会掀起惊天骇浪 毕竟顶流背后的粉丝 最忌讳的就是恋情曝光 即便赵露丝团队对外发布严正声明 澄清网上热传的那张表白 小展微博是人为造假 但还是有不少人对此是半信半疑 觉得赵露丝敢做不敢当 不敢做最真实的自己 不过话说回来 赵露丝心态倒是挺不错的 面对外界巨大的舆论压力 始终认为神正不怕影子邪 这要自己没有做过的 完全是无心无愧的 而他用了这么一段话 确实体现出了他的高境界 没有伤害任何人 所以不该不开心 当然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自然也不是赵露丝的做人风格 在经过多方澄清之后 仍然还是有这么多的酸言酸语 恶语嘲讽 如狂风暴雨一般来攻击他 不管搁在谁身上 都会觉得委屈难过 更何况还是一个女孩子 11月9日 赵露丝在横店剧组 迎来了自己22岁生日 为了能够给他制造一份惊喜 剧组的工作人员和他的朋友粉丝 精心策划了一场露天生日趴 不仅安排了应援餐车 还准备了烤全羊和火锅宴 并且还买了很多鲜花和气球 不难看出 赵露丝是真的很受人欢迎 包括他的朋友 还有很多粉丝 为了能够给他过生日 很多人都专门请了假 坐飞机或是坐火车赶到横店 而且是提前几天就已经到了 目的就是为了给赵露丝 办一个别开生命的生日会 当然 赵露丝完全是被蒙在鼓里的 而生日这天他非常的敬业 为了敢拍新戏没有请假 跟平时一样按照拍戏任务 一条一条的过 直到拍完戏准备返回保姆车上休息的时候 发现车旁边乌鸦鸦全是人 然后看到了大家给他准备的露天生日会 情绪一下失控 眼泪也跟着流了出来 那真是哭得是梨花带雨 让人感到特别的心疼 至于赵露丝为何哭得如此厉害 一方面是被朋友粉丝精心策划的生日会 而感动落泪 另一方面很有可能受之前绿茶风波的影响 内心压抑太久 再加上拍戏压力大 在双重高压制下 一旦受到外界强烈刺激 不论是好还是坏 绝对是很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5.连家属一起宠 赵露丝抱玩具熊 前粉丝女儿走机场 1月3日 上海 甜妹 赵露丝现身机场 当天 她身穿棕色系西服外套 打紧身牛仔裤 长卷发皮肩 近线温柔气质 赵露丝怀抱着一个玩具熊公仔 另一只手牵着一名 神穿白色连衣裙 竖着双马尾的小女孩 一大一小两个牵手走在机场 画风温馨 巨星 这个小女孩是赵露丝粉丝的女儿 这真是连家属一起宠啊 6.如果说女粉承担着粉丝的牌面的话 那么男粉大概就承担着搞笑吧 男粉的每次追星都是和搞笑联系在一起的 感觉追星圈有了男粉的存在 就多了无限的欢乐 之前就被赵露丝的男粉给逗乐了 因为今年两部赵露丝主演的两部剧 不少人都被赵露丝圈粉了 而赵露丝如此甜美可爱的甜戏女星 自然也圈了不少男粉 当时露丝正待在国字间来了个女弟子剧组 每次派戏出门的时候 都会有很多粉丝去应援 不少男粉也去了 男粉在见到赵露丝的时候 表现比女粉还疯狂 行为也显得更加搞笑 当赵露丝顶着造型出门的时候 男粉表现得比女粉还要激动兴奋 全程都在打扣 而女粉打扣自然又给力 男粉就没有那么多套路了 想喊啥就喊啥 赵露丝露面 看到了赵露丝最新的造型 男粉直接发出了自己最真实的感慨 哇 好漂亮啊 哈哈哈哈 要不要这么直接 说出来的声音还特别大 正走过去的赵露丝还听得到呢 但是男粉毫不矜持 看到好看就如此直接的夸奖了出来 更好笑的还在后面 看到赵露丝从自己旁边走过 男粉语出惊人 直接喊出了 天南地北 露丝最美 真的是超级土味又直接的打扣 而就算是看视频 都想替男粉尴尬了 她到底是如何毫无压力的 喊出口的 女粉怕都会觉得不好意思吧 关键是这段打扣还被赵露丝听到了 在听到如此夸张的打扣之后 已经走到前面的赵露丝 又回过头看了一眼粉丝 显然是没有想到有人会这样喊话 而看赵露丝的眼神 真的仿佛就写着几个字 真的吗 我不信 这质疑的小眼神 明明是夸赞赵露丝的话 结果却让本尊都抱以质疑的态度 赵露丝这个回头看得神情 就仿佛在询问 到底谁在说我最美 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最美 她是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 真的很喜欢赵露丝的性格 赵露丝和粉丝永远都是双向奔赴 她真的把粉丝处成了朋友 永远被赵露丝的真诚所打动 这才是追星的意义啊 从喜欢和爱里获得力量 疲倦时看看她的斗 看看她的笑脸 就会恢复元气 一个人的好只有深入了解才知道 反正我能大胆说出赵露丝入骨不亏 接下来的更长岁月里 请多多指教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